您正在收听的是SBS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 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sbs.com.au 闲写杠Mandarin或下载应用程序SBS Radio App 那很高兴今天能够通过我们的网络的形式来采访高清明女士 目前是在布里斯班居住的一位中国的移民 最近是一个您的刺绣的展 更加准确的说是您和学员们的一些刺绣的展 那所以就今天跟您聊聊说您移民来澳洲的故事 以及您做这个刺绣这工艺以及教授学员的一些故事 谢谢 那先请高女士您介绍一下自己吧 您上次有跟我说您是跟着女儿就是移民到澳洲的 现在是来了几年了 是这样2015年吧 我和我先生也是7月份的时候正式移民到了澳洲了 因为我女儿在这边上学 她已经移民 然后我们就一个女儿嘛 所以说就是全家就跟着女儿一起 也是定居在布里斯班了 到现在已经是正好9年了 当时来的时候呢 就是我在青岛也是开了一个 也叫秀珍格刺绣艺术馆 开馆到走之前已经8年了 那为了在这边和女儿团聚呢 也是忍痛把她关了 然后到这边来呢 就想和女儿享受这个天文之乐吧 那来了以后呢 就是也看到中国的这些文化 在这边呢也是比较受重视吧 所以说蒙发了我呢 也想继续在这边做我的刺绣 所以说来了以后 现决定的 我说呀 不行把这个秀珍格 在这边重新开起来吧 就是来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 我就不安分了 就想开这个刺绣馆 2015年的8月份开始 重新把秀珍格刺绣艺术馆 在这边开业了 也是以招收学员展览为主吧 继续推广这个刺绣艺术 您最早是什么时候 开始做刺绣这一行的 实际上就是40岁的时候 我才正式开这个刺绣艺术馆 在这个40岁之前呢 也是个爱好吧 没有专职从事这个刺绣 这是我和先生一起 在商业上打拼的一个经历 40岁以后呢 我觉得还是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在这个青岛 也是首家开办了 那个刺绣艺术馆 因为青岛没有 而且我做的时候呢 别人也不理解 说你怎么没有人做 你做这个能行吗 我说我一个是我爱好 再一个就是 我就是想把这个刺绣呢 重新专职去做 而不是当成一个业余去做 就是08年的时候 也是8月份 开始专职做这个刺绣了 那您中间有做过 一些专业的学习啊 刺绣这一行业 我想做好还是挺难的 尤其是本身这个工艺方面 是有跟哪位师傅学过吗 还是您自己会比较喜欢琢磨 所以琢磨出自己的风格 都有吧 08年之前呢 我在家呢 也是多年 就是闭门也不出 就是专职 也研究这个刺绣 其实青岛也有刺绣 比如山东是鲁绣 我就是经常就是对这个苏绣 挺感兴趣的 而且到苏绣 苏州也去多次 也拜了很多大师 包括朱寿珍 鲁居英 很多吧 就是在那个苏州 就是镇湖嘛 有一个刺绣 修品间嘛 很多的大师都在那个地方 我也看他们的展览 也和他们交流 那以前是 我是业余爱好 但是自从有这个想法了 通过和他们交流 而且向他们学习 主要是以苏绣这个风格 和技法吧 融入我的刺绣当中 嗯 那我看到您的视频号里面 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视频 就是一个长卷 是傅春山居图 然后您是通过这个刺绣的形式 来呈现的 当时为什么会想 做这幅作品 以及你想通过这个作品 想要表达什么 还有它这里面有些什么 很有巧思的工艺手法 能给我们讲解一下的吗 说起来这几年呢 我在国内呢 也绣过长卷 那是绣了一个四米多的长卷 那叫西山雨影图吧 唐影的山水画 15年到了这边来以后呢 除了我就是办展览 带学生 我就是也绣了一些 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 15年到现在呢 一共在这边绣了两幅长卷 第一幅长卷是澳洲华人风情 是将近九米 也是绣了将近两年吧 但是20年的时候 我就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呢 读到这个富春山剧图 这篇文章啊 就是讲了它这个富春山剧图的一些 历史故事和它的一些曲折的一些情节 我就对这个富春山剧图比较感兴趣 我就想能不能把它绣出一个整体的一个长卷 然后有这个想法以后呢 2020年的10月份开始绣 中途呢也停下一段时间 为什么就是这个常见绣起来呢 是很简单的吧 从技法上和这个规模上比较困难 因为我自己绣 而且呢 我在这个期间呢 我女儿生了两个外孙 还要看外孙 还要参加很多的一些多元文化的一些生活活动 还要带学生 然后我就停下来 太难了 绣到中途的时候啊 我觉得太难了 然后就放弃了 然后2022年的中国的春晚啊 无意当中看到了那个 有一个富春山剧图的一个节目吧 挺震撼的 我就觉得 哎呀我要继续绣下去 然后从2022年的春节 我又开始绣了 到了2023年的9月份 我就把它结束了 共许是耗时三年吧 绣之完成 为了这幅长卷呢 回国到苏州去 把它表起来 因为这边也表不了 我每次回国都是上苏州那边去 看一下 他们的刺绣的一些发展 和一些新的东西吧 新的思想啦 还有一些趋势 然后借这个机会呢 我又把我的长卷表起来了 然后今年8月10号展览的时候 我会展出这幅长卷 将近8米 富春山居图是元朝书画家 黄公旺为师弟证出所绘 表现浙江富春山两岸 初秋景色 全图用墨淡雅 山河水布置疏密得当 墨色浓淡 干湿病用 极富变化 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该画后遭火坟一分为二 前半卷被另行装表 重新定名为圣山图 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后半段无用诗卷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您说到了这个8月份的这样一个展览 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展览大概是什么样一个规模 然后它的主题是什么 今年的这个展览是我们第三届 前两届的时候 就是疫情的时候 说是先展展试试吧 因为那时候人都是要限制参观人数了 还有一些活动都停止了 在那个期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也有三千多人参观了 就是我的磁绣作品 但是第一届是我个人的 第二届就和学员一起展出 而且他们的作品虽然不是很完美 但是已经参观者 就是从另一个角度上去说 真不容易 他们能从零 而且在这个海外 去把这个中国磁绣传承下来 也觉得也受感动吧 那今年呢 这些学员的作品呢 更多 而且更成熟 题材更广泛 他们也有信心 要学下去的那种 那种毅力吧 我觉得后边还会创造更好的作品 您刚刚提到了 《富春山剧图》 这样一个非常大规模的作品 然后我之前也看到您有分享 就是您在前几年做的 关于澳大利亚总理 阿尔巴尼斯为主题的 这样一个刺绣的画作 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初衷 然后想通过这个作品来表达什么呢 二三年的年底的时候 就是11月份的时候 澳洲总理不是访问中国的时候 在天堂上一个照片吗 华人很多在这边一些社团 就是说 你能不能把这个很有意义的画面 用刺绣的方式记录下来 我说绣人物很困难 他不是时间的问题 他要就是有这个精力 要静下来 而且要时间也很长 那我说 我说那我尽量吧 我就从11月份开始 也是绣了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就是正好春节完了以后呢 绣完了 他们呢通过国会议员 就是把这个照片传给总理看了 总理看以后觉得很惊叹 说哎呀用刺绣的方式 因为他们经常了解的就是 油画类的摄影类的 刺绣的形式能把人物绣出来 他们也是很震惊 通过刺绣这个形式 让更多的华人社区以外的人了解 中国文化的这个丰富性 还有历史的悠久 对对 其实我在这里也不是光叫华人 知道这个刺绣 更多的现在这几年 我通过不断的去展览 已经叫澳洲当地的人 很多人认识这个中国刺绣 看到我的刺绣也是觉得是 第一次把这个刺绣上升在这高度吧 就是不是单纯的一个手工了 就觉得是一个艺术品 就是这样 我看到您前两天在朋友圈也分享说 您的两幅作品是吧 进入了昆州的一个 艺术类的一个奖项的评选 这也是您刚刚所说的 它不再是一个手工啊 或手艺 它变成了一种艺术 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是什么样一个心情 它这样就是 布里斯班每年有一个肖像 肖像展啊 我也参加过很多次 因为我刚来思维方式 就是这个绣品追求的是精致 怎么能精致 怎么能像 然后我绣了很多的我的肖像啊 还有其他人的肖像 参加过有四次 都落选了 然后今年呢 五月份截止嘛 当时绣这个总理的肖像的时候 也是在创作我的这两幅作品 可以说衣服肖像就要经过 有三四个月的时间 才能绣完 一开始我就想 我说今年最后一次参加吧 能选上 那更好 选不上 我都觉得失去信心了 但是我就觉得 好像老是不甘心 我就觉得 好像是这么好的一个刺绣 他们不接受 不去欣赏 但是我后来的看法 我也改变了 说西人的眼光 不是看你精致 看你创作 就是要抓住人的神态 和这个用这个绘画的理念 参入到你的绣品当中 而不是一味的追求 这是我们的批了几次线了 用了多长时间 当然这是有其中的一个原因 但是更多的是 要把这个人的神态 创作的激情 要表现在这个绣品里面 所以说我这两幅作品呢 我就改变了很多的绣法 就是特别是第一幅的渴望 通过的就是一个眼神嘛 就是我渴望也代表了我 就是我渴望能把这个刺绣 叫这边的 更多的人去了解 去接受 去欣赏 所以说我就是绣的当中呢 重点把这个人的 内心的这种感觉 去把它融入到这个绣品当中 所以说在5月2号之前 我把这两幅全部就是递交了 就等着这个消息 前两天呢 刚刚出来这个消息 我也很激动 我说哎呦 没想到两幅都入选了 就是其实也挺 也挺巧合的 在这个8月10号我展览 下午展览完 8月10号的晚上 6点到9点 他们要揭晓这获奖人员 我也挺期待的 在宇高女士采访的当天 有两名学员正在秀真格 感知自己最新的刺绣作品 他们分别讲述了 从刺绣中所得到的收获 我的名字叫Vita 然后我是在2016年 在City的时候 看到高老师的展览 然后就很 就是很震惊 就是刺绣原来可以那么美 然后我就开始跟他学了之后 学了一年左右 结果后来不小心怀孕了 就就挺了五年 可是因为真的很喜欢 就没有放弃 就我在我老公的就是支持下 我就又回来刺绣 然后现在目前为止 已经回来一年多了 然后我目前已经 这是我第六个作品 然后我每一次 我很享受刺绣给我 就是让我在很忙的工作 和生活和孩子的吵闹当中 有一个很平静 然后修身养性的时间 给自己的时间 然后我看到我的作品的时候 我就是真的就是觉得 还好有就是真的静下来 然后来来绣画 因为就是真的看到很有成就感 我的名字叫刘秋长 我今年七十岁了 以前是开餐馆的 退休以后我开始跟高老师 学习那个持修 学持修以后我退休的生活 也更加丰富了 我是从基础班开始 跟老师学习 至今已经有八年了 我的作品有35副 我的修品也参加过展览多次 曾经得过奖 所以我的朋友们对我很羡慕 而佩服 也令我自己有了信心 令我的持修水平也不断的提升 而最开心的是我现在的退休生活 也离不开持修了 所以有了持修的陪伴 我也觉得我的生活很宁静 很充实 而且也不觉得寂寞了 Vita和刘秋长向我展示了 他们正在精心制作的持修作品 作品的主题都是天山雪莲 但他们传真以现间 所表达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 可谓各有千秋 所以我现在目前秀的这一个 是新疆的天山雪莲 我觉得这个雪莲很美 在很高的山上 就是鲜艳的颜色 它很美的花 然后加上雪的背景高山的颜色 对 所以这是我的目前 这是乱真秀 然后它是我的第六幅作品 刚刚完成的也是一幅 彩色的天山雪莲 彩色的天山雪莲 这个修品对我来讲 也是一个很挑战 因为我们修了很多幅修品 这次我们是用纱布来修 比平时的修品是不一样的 了解澳洲 融入澳洲 欢迎登陆sbs.com.eu 前雪杠Language 前雪杠Mandarine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